大家好,我是文睿,今天是2019年的10月21号 最近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出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 我觉得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比较不寻常的 就是什么事呢,中国的一些主要的媒体开始力捧韩国的企业 当然主要是三星了 比如说前段时间的环球时报,它有一篇报道 题目是什么呢,三星在中国并不是失败者,大致是这样吧 它里面报道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最近三星不是关停了在中国最后一家手机工厂吗 然后针对这个事情,环球时报给予很正面的报道 它的报道内容是什么 就是三星在离开三星手机,关停工厂的时候 给予中国的员工非常好的退职金,包括礼物 整个善后工作做的是非常好的 然后环球时报说,中国企业应该去向三星学习等等 有这样的报道 但这个事在我看来就是比较奇怪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三星这些年在中国它的境运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然后现在它把手机工厂关了以后呢 其实我觉得从三星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也是挺紧张的 因为关停工厂这个事它影响是非常大的 起码它会直接导致这个大量员工的失业嘛 中国政府能让三星悄悄的离开 我觉得三星就已经能够很满足了 但是呢,现在环球时报呢,对三星这种离开 还给予大肆的这种赞扬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它挺奇怪 可能从三星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也或许会觉得很奇怪吧 然后还有一件什么事呢,就前两天李克强他去西安 去西安以后呢,他去在西安的这个三星半导体去视察 这个事呢,根据韩国的媒体报道的话 它是一个突发事件 韩国媒体报道的是这样的 就是说三星是在前一天才得到消息 就是李克强要去视察,然后开始做准备 然后李克强去了以后呢,整个这个事件 他在中国的政府官网上都被报道出来 然后整个被三星的评价都是很正面的 然后李克强在三星也说了,在三星半导体里也讲了 我们要对外国企业一视同然 然后还要保护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等等 总之吧,就是这些在中国的比较主要的媒体上 就是体现出了对韩国企业主要就是三星的这种好的状态 它看起来还是比较奇怪的 我觉得因为这一两年以来吧 在萨德事件以后,韩国这些企业在中国国内 它都是处境都是很艰难的 突然看到有这样一些主要的媒体去正面的去力捧韩国企业 给人感觉这个反差还是很大的 那里面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是这样的,就是说三星它在整个中国的投资是非常多的 三星它有很多很多的产业,大家可能应该都知道 比如说三星电子,三星电子它分三块,一个是三星半导体,一个是三星手机 还有一个是三星的家电 然后除了三星电子以外呢,还有三星电机,三星物产,三星生命 然后三星等等等等吧,还有三星显示器非常多 它整个投资规模是非常大的 但是三星手机它是一个代表性的企业 如果三星手机撤的话呢,可能其他的三星的这些产业呢 可能都会相应的跟着撤,可能不一定马上撤吧 但是陆陆续续的它会带动其他的企业走 整个三星这个本身,企业本身,它的规模就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李克强或者中国的媒体做这样的表态 他起码最表面上,他是想把三星这个集团留住 这是第一点,就是最近媒体力挺韩国企业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是什么呢? 其实除了三星以外,整个韩国的很多大企业 在中国的投资都是非常多的 这些企业呢,我可以给大家列列名字 三星,现代,SK,LG,乐天 包括韩晋,斗山,景湖,韩华 然后呢,等等等等 还有比如像大家知道的巴黎贝田呢 像这个爱莫利太平洋啊 什么伊链呢,等等很多很多牌子 有些牌子吧,可能大家都不一定知道 它是韩国企业 但是呢,它就是韩国企业 在中国整个投资规模是非常大的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三星,它是韩国所有企业的老大 对吧,很多韩国企业呢 它都看三星的动向 三星去哪,他们可能就跟着去哪 因为什么呢? 三星它在动的时候呢 它不论是进入还是撤出 它都会经过严格的审查 不是,就是经过严格的考核吧 比如它去一个市场的话呢 就证明它觉得那个市场是有 未来的,有竞争力的 那可能别的企业可能就会跟着去 它要走的话呢,那就证明可能这个市场呢 可能就前景暗淡 那其他的企业呢也会跟着走 这是一个在韩国企业当中的一个现象吧 那这样的话呢,如果三星手机撤的话 刚才我讲了有可能会带动三星其他的产业走 那其他产业都走的话呢 其他的韩国企业一看三星走了 可能也会跟着走 这个呢,我相信可能是让中国政府比较担心的一件事 所以呢,出现了这种媒体上的报道 因为韩国整个投资规模不小 这是第二点原因 第三点原因是这样的 怎么说呢,韩国的企业一直以来 跟中国政府的关系吧 从表面上看还都是不错的 到底底下有没有什么矛盾 这个以后我再说 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而且中国市场很大 然后呢,韩国它是一个靠出口发展经济的国家嘛 它每年向中国的出口额是非常大的 这个以前我也都讲过 所以呢,中国政府觉得 它去和韩国政府沟通 和韩国企业沟通 向韩国政府呢 向韩国企业释放一些善意 可能能够把韩国的企业留住 对吧,美国企业的话呢 可能去心已定了 该走 你怎么说 他可能也都走了 日本企业呢 提早已经走了很多了 对吧 那台资呢 也已经大规模撤离了 所以呢,韩企呢 可能会有 留下来的可能性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中国媒体 这样报道的一个原因 第四点原因就是什么呢 现在中美关系交恶嘛 然后就说中国他想要获得高科技的 一些技术的话呢 从美国那方面可能就很难了 但是呢 韩国掌握着很多中国想要快速发展的一些 行业的核心技术 比如像面板 电池 芯片 等等 这样的话呢 他跟韩国 企业搞好关系的话呢 可能会 从中得到一些 他们想要得到的一些技术信息吧 再加上三星 它是一个全球的非常知名的一个高科技企业吧 然后 中国的媒体像三星示好 可能也会 就是说给其他的一些外资企业吧 让他们也感受到 一点善意吧 可能是这样一种状态 整体吧 这就是我能想到的 就是说这些媒体为什么突然会 正面的报道三星 力挺三星 这样的一些原因 那么 虽然中国政府这么报道 但是我想说呢 这个事情呢 已经晚了 已经晚了 韩国这些企业 他们可能 我的想法就是去心已定了 因为这些年吧 特别是在萨德事件以后呢 就是韩国这些企业 他们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这种打压和不公平的待遇 非常多 他们的心呢 可能都凉了 比如说 大家都看到 像乐天就不用说了 已经被挤走了 然后 在萨德事件以后 大家知道在整个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韩的浪潮 这个浪潮呢 有人说是民间发起的 这个可能大家都不会相信 在中国那个社会里面 政府能够控制一切 如果不是政府在后面操盘的话 这个反韩浪潮也不会兴起 大家看到现在整个中美关系 这么僵化 这么恶化 但是中国也没有出现那种大规模的反美浪潮 对吧 当时那个反韩浪潮 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太太强大了 那反韩浪潮 就是这样 因为萨德这个事情 以及后来的这个反韩浪潮 整个韩国的企业在中国真的是 境遇非常的惨淡 三星就不用说了 他手机实战率呢 跌到了百分之以下 百分之一以下 然后呢 LG手机呢 他也撤出中国市场了 包括那个现代汽车 现代汽车不是减产 就是关停 对吧 很多很多的韩国的品牌 都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冲击 然后呢 那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 可能大家不一定了解 像LG Display 就是LG显示器 这一部 LG面板这个部门 他在2017年开始在中国建立一个工厂 就生产这个就是面板 OLED 然后呢 他整个工厂建了一半 中国政府就要求 说什么呢 你们必须答应我们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呢 转让这个OLED技术 第二就是要在中国建立关于OLED这个研究所 第三呢 就是在生产LED的时候呢 就要尽可能购买中国的原材料 就这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的话 对于LG来讲是很难答应的 这是要把别人的核心技术拿走嘛 对不对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然后呢 这个事情就给LG呢 肯定在心里面造成非常大的这种心理阴影吧 当然最后这个事情他好像没有这么做 但是这个事情他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还有一些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我给大家讲就是像三星SDI和LG化学 他们在电动车的电池领域呢 他们都是很有建树的 他们技术是非常好的 但是这两个企业他们的电动车的电池 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话呢 中国政府呢就不给他们补贴 对吧 因为他们应该都满足中国政府补贴的那个条件 那么他们去申请中国政府就不给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他们就没有办法跟中国本土的那些电动车电池的企业竞争 但是呢 反过来讲中国本土的一些电动车的厂商和电动车电池的厂商 到韩国的时候呢 却能得到补贴 就这样的事情吧 也让这些韩国企业三星LG就很心寒你知道吧 就这些事情一个一个出现吧 可能一些没有一些其他的韩国企业他们可能没有受到一些很严重的不公正待遇 但他们心里面也会敲鼓 就是这样 等等等等 这个事情走到今天以后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 走到今天这个情况之下 不是说你的几篇报道 对吧 李克强的几句话就能够融化这些韩国企业内心的尖兵 不是这样的 他们可能趋于一定了 当然了有一些特别的企业可能都不一定会走 比如特别是芯片企业可能不会走 因为李克强去了这个西安的三星的芯片企业 这个半导体生产那个散车的NetFlash那个企业 那企业的话因为什么呢 他在中国市场 因为中国市场它是全球最大的这个芯片市场 那这些企业呢 他们可能不会走 但是呢 一般能走的企业呢 可能都会动心开始走 但是这里面和最核心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和中国政府的这种关系 就中国政府的这种不信任感 对吧 你现在中国政府说的挺好 那以后呢 以后呢 如果再发生一个什么萨德一萨德二萨德三 别的事件以后呢又会怎么样 对不对 这种信任感一旦消失以后 它很难被建立起来 再加上目前整个中美贸易战的这种影响 对吧 美国关税的提高 这个话对于很多韩国企业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们看不到利润呢 再加上这个 就是中国的这个 因为通货膨胀导致的这种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包括人力成本的上涨等等等等这些事情 就让这些韩国企业吧 他们可能 看不到利润了 再加上他们还心里面很不安 所以呢 可能我觉得在未来就会一点一点走 一点一点走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最开始那种萨德事情出现的时候 那时候我做了一些视频 我当然就说 我说这个事吧 有的时候这些事吧 不要做的太绝话 不要说的太绝 当时整个中国媒体 包括民间对于韩国的很多很多事情 那种抵制 做的是非常 我觉得是有点过了 我当然就说不要做的太绝 因为什么呢 这个事情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吧 可能有的时候呢 大家还是需要合作的 你把这话说的太绝 事做的太绝的话呢 到最后可能连 重新合作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就是这样 大家在出事的时候也是一样 凡事吧 给自己 给别人留点余地 其实你给别人留余地吧 也就是再给自己留余地 那咱们还得慢慢看吧 韩国企业他们会怎么走 反正我的判断是呢 韩国企业呢 会陆陆续续的和其他外国企一样 企业一样 往处走 但是咱们还要慢慢看 行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咱们下一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